头70线道路拓宽改善工程 采用悬壁式战桥工法 达到兼顾原有地貌及生态环境目标 创新工法或各界矚目 县府提报角逐第20届公共工程金子奖 县长林明珍算领县府公务处 及设计、兼造、施工等单位 接受公共工程委员会评选团队审查 如能获得评审肯定顺利入选 未来将可成为山区道路改善工法的典范 公共工程金子奖评审团队 由领队公共工程委员会 既兼吴明峰带领五位专家前来实地看评 并听取各单位简报 也前往头70线段实地考察了解各项工程细节 县长林明珍表示 为了改善人概乡中正村对外联络道路 县府争取交通部公路局经费 推动头70线0K加000到0K加800道路 同时对整个工程会的节省 也是节省很多的工程会 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好的计划 好的设计 我想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做推广 目前我们县政府 所有的公职 如果遇到 颇侃比较高深的 或是没有办法透欢的一个悬臂 我们都尽量采用这种模式来设计 来施工 让我们道路能够如期的能够突观的完成 可以 李信堂也表示 只是能够进入金纸奖评选 是给予县府团队和工程团队最后的鼓励 希望能够顺利得到金纸奖 让占桥施工法成为未来改善山区道路的典范 推广应用于山区 降低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工程会来评鉴了一个金纸奖的一个工程 那么经过我们县政府还有施工单位 大家详细的给这些委员 评审委员来做报告 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工程 我相信如果能够做能够获得金纸奖的话 将来在整个全国能够做一个示范来推广 公务处表示 头70线全长3.12公里 仅860公尺尚未拖宽 该工程仅针对此路段进行改善 将原有3米宽道路拖宽为7.5公尺双向道路 该工程具轻量型开发 生态共生特色 全壁式棧桥工法 仅增重2.8公顿 结果安全系数FS达3.34 棧桥钢材也考量环境条件 做适当处理包袱 耐用年线预计可达100年 此次如能获评损肯定 顺利入选 未来将可成为山区道路改善工法的典范 记者上去服务玻璃镇采访报道